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显得不如示意 疫苗问题由来已久 就是现在你看看百度好了 百度已经是被官方网络审查机构 反复清理过了 清洗过了 从露出来的缝隙里面也都能看到 进入新的世纪以来 二十一世纪以来 在中国大地上疫苗受害的儿童层次不穷 不仅仅是在北方上奉勇 广东也有 最早出名的是黄东有个叫唐金龄律师 代表新会的疫苗受害儿童追究相关生产单位 和疫苗流通渠道分配部门的产品责任 协助了受害家长提出 给予疫苗受害家庭的救济和保障机制的倡议 但是他因为所谓涉嫌寻限之事被刑事拘留 大家都知道了 在很多情况下 大陆许多律师或者说很多受害的维权人士 被刑事拘留被政府所打击 通常被灌制于所谓涉嫌寻限之事 更进一步的可能就是涉嫌三洞颠覆政权罪 逮捕了广东唐金龄律师 最后被判处了五年偷刑 山西省在2010年也爆发过疫苗的丑闻 当时涉事涉及报道的记者被捕离港 他说真的经济时报单位总编姓包的 都被调离了面来的工作岗位 所以这次紧接着山东省2016年爆发疫苗丑闻 到现在2018年这次 7月15号被爆出来了疫苗丑闻 一次次的挑战了国人忍受的底线 应该讲 这次疫苗爆发丑闻说起来很悲哀 并不是国家监管部门 我们讲话讲就是国家机器 就是捍卫食品药品安全底线的国家机构 发挥的作用 而是因为内部有一个有良心的老员工 出来做visiblog 就是做举报者 很难想想如果不是他的举报 就不仅仅就像山东省一个省就查出来 就有25万只长生生物生产的矿权病疫苗在流通 其他省出于大家可以想知的原因 连个数量都没爆出来 但是考虑到长生生物按现在初步所谓官方查明 在去年一年用于所谓的营销费用 那么像这种生产假疫苗的这种药品企业的 所谓的营销费用就等同于行贿的费用 无论的明目是以什么主办会务 市场推广等等一些 实际都指向了 因为疫苗的采购方 都是各地方相关政府的疾病防治控制中心 它不是像其他商品乃至于普通药品一样 采购方多元有不同医院或者等等来 药房来采购 因为尤其像儿童接种的像百日客等等 那都是是在国家流行病防治相关法律法规下 有政府就是地方政府作为唯一的采购人 有接种中心实施来为孩子们进行接种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可想而知它营销费用就6亿 那么它一年的产值就是说 它生产的各种疫苗总量是多么可观 所以仅仅四乡山东 一个层线索披露成25万只 那可能是长海一层 那也等于是说 它的祸害 波及面是相当广的 因为这长生生物车的市场占预率还是相当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所以引起了全面的恐慌 网络上出奇的 不像其他爆出来的丑闻那样 被几轮三天以下 以后就没了下我们 这次大家舆认穿透性特别强 这次这背后有什么鬼 有问题的疫苗 除了山东说 这个25万只 那其余的都到了哪里去 是不是都已经打到了 我们的下一代孩子生产权 因为根据药监局 根据人家举报 事后再去调查查明 这企业长生生物 编造生产纪录产品 随意编更工艺参数设备 那这种话说的已经很文咒咒了 反正直白的话出来 就是这个长生生物生产的疫苗 就是完全没有根据疫苗生产企业 按照国家规定 火机标准 应该履行的生产工艺管理程序 任意变更工艺参数的和设备 这样生产的疫苗 要打到人的身体去开玩笑了 这侧面确实有进一步折射出 像孙立平教授讲的 我们国家溃败 已经到什么程度了 你假的别的商品 以次综合质量达不到要求 还不能要人民 你这个疫苗 那可是全部打在中国下一代孩子身上 问题是已经出来了 而且出来的不是今天刚出来 十几年来 为什么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 现在舆论普遍说来 不法商人固然是这次的造势者 但是是谁为不法商人创造了这么良好的犯罪的环境 能够大行其道十几年 长生生物女的老板 他就说十年来 他从一个当初年薪着不够五六万的一个普通的员工 到现在身家几十亿 这个过程实际上现在看来是他是一路犯罪的历程 没有底线了 那么在这个十来年他发家的过程中 有多少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承担职责的公务员和政府机构的相关人士 应该负责任了 那么在这种人负责任的同时 又折射出我们的制度是怎样一种设计的缺陷 而导致了相关官员不作为 或者是被不法商人来通 不法商人可以大行其道 更要进一步问 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 有媒体秉持良心记录出来以后 被受到了公权力有组织的围剿和打击 包括这种有良心的记者 他的领导单位负责任都会受到牵连 那说明不夸张地讲 是有一种构成利益集合体 在里面有组织的 为这种类似于无效或者毒疫苗产生 提供了完全适合他疯狂野蛮生长的土壤 所以这次网络上很多老百姓要说 要政府来给人民一个明白的交代 实际上这可能给政府出了个难题 政府交代不了 因为整个系统制度已经失效了 本来大家现在议论好像导向了和指向了习近平李克强 18大以后是他们应该负责的 但是正如我刚才提到的 现在这个问题 2006年的时候已经爆发过 2008年2009年10年的时候 在山西也爆发过 那时李克强和习近平还没有担任总书记和总理 怪不到他们身上 当然你要认识 那么他们在体制内也工作几十年了 那就扯远了 我们从这个问题应该看出是这个体制已经失效了 所以说我们讲很多年前学生就说我们反腐败 仅仅抓几个面上的贪官是远远不够的 不是说贪官不能抓 在法律面前只要谁犯法 无论多高都应该抓 但我们更应该提出的是 我们为什么为贪官的产生提供了 这么良好的土壤和环境 或者说我们的制度本身就有很多缺陷 进而言之我们就得出了 最大的腐败是我们体制的腐败 就我们这个政治制度的设计 本身就背离了普世的价值 应该讲这才是问题的癥结 就比如客厦闹得飞飞扬扬的疫苗事件 如果我们有一个客观的 不受执政团队监控的自由舆论媒体的话 那么这些问题可能早就在它 还没有祸害全国范围 某一个局部地区某一个厂家 偶发的有不良商人为足利 而挺爱周全生产 假的或者毒疫苗 那时候就因为有独立自由媒体的欲论曝光 造成强大的社会监管压力 而导致这些祸害市场的劣币 早就驱逐出了这个疫苗生产行业 不认的防御机制就没有了 并进而因为缺乏相对独立客观的司法体系 各级官员可以任意干涉司法 并且利用国家专政机器 去打击那些往往秉持着正义 为受害人而挺身而出的记者 或者说独立的市场人士 那么这么一来 舆论防线是什么 司法底线突敌的最后也被突破 那么大行其道的 就是那些不法常人 和勾结无聊的贪官 最终整个社会为此付出代价 所以这两天 有网民在微博上发帖说 对网信办的那些控制舆论的官员们 你们难道没有子孙后代 你们能保证他们也没受到毒疫苗的损害吗 你们为什么还为虎作倡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在以南进入全民互害的模式的科学党中 好多人说我其他东西 我食品我使得进口等等一系列 我不管 但是如果在国家 在所谓的为了保护民主这个产业计划下 拒绝进口很多国际疫苗 第二要在保护民主企业的旗号下 提倡这个疫苗国产化 但是这个国产化 由于属于监管 由于不法常常的操作 所以导致了已经是祸害无数 下一代情况下 整个国家机制没有有效的反制机制 事实上处于科学 各行各行各行一样 不仅是这个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机构 包括以前的旷难屡屡发生的安全生产一样 一件事都要希望通过最高领导人 国家主席总书记总理来批示这么多 这从侧面也印证了 就是我们这台整个行政的机器 国家依然失效了 这种事情都要最高领导人来批示 才能运作 难怪这个国家乘出不穷的灾难再出现 当然它有配套措施 它通过集中管制的余人 还能掩盖出很多问题 要不然老百姓看得太脑型了 所以再加上系统性的引导 所谓的传播的正能量 就是报喜不报忧 所以很多人尖刻的说 疫苗问题出来以后 大家知道所谓正能量 无非就是从臭不可闻的狗屎上碰香水 这就是总共与警察的所谓的正能量 话说得很尖刻 但是不法真理的尘封 因为没有对所谓社会负面现象的 有效的及时的报导 这样的自由环境 所以说 接下来我们过去所 不允许批评的社会 任何欧哥都毫无意义 我们的社会科学院正应验了这样说法 不允许记录很多阴暗面 阴暗面 它就会把阴影扩得越来越大 到最后没有人能够逃脱它的侵害 所以是山东16年爆发的丑闻 当时李克强总理也出来表态了 但是这个腐烂的整个官僚机制 由于利益集团的操纵 绝对会没有下文 所以两年不到 越来越来 这个企业越来越加低它的生产成本 造假成本 所以任意改参数了 那这些涉及到这个疫苗 跟药品一样 涉及到参数有用吗 政策肯定是不管用了 但两年前山东法院的法官 居然能判处 没有合格症的药品 和疫苗生产企业 并不是用它的产品不合格 有这样公然为不法商人 保驾呼喚的官员 结果是自然想的 所以自然还讽刺的 大家一不小心发现了 在最近表态的官员里面 有一个就是多年前涉及到 河北市家中山路奶粉丑闻的 被处罚的官员叫孙贤泽 现在居然华丽转身 神殿过后 现在居然升任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副局长 还登任了药品安全总监 具体就封管疫苗 所以疫苗这个乱象 大家也可以想象 问题出在哪里了 至少这种一个侧面反映了 就是我们这个体制的纠偏机制 早就失效了 那么大家现在呼吁习近平 要终止访问 赶快回来处理这个问题 实际上回来也没用 这个问题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这样一个腐败的体系 无效的政府监管架构 不是说望着某一个人 而能解决的 最终我们必须回到 要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 这才是国家长治久安 的合理的错 所以我们一直讲 在治理国家上 实际上人类各个民族 都在探索 已经有现成的健康之路 让我们去追行 不需要再去摸着石头过河 但是这有赖于最后 有这个社会全体成员的觉悟 就像哈雅克曾经说的非常好 一个社会成员的观念 和他们的价值观念 会长远地塑造出这个共识 这个社会的整体形象 那么我们现在 也然千张百股 国将不过的样子 是现有的社会全体成员 大家的共识组成的 他们没有认识到 自己是真正国家的主人 而被一帮所谓的仆人 一会儿编造成 一个厉害了我的国之类 自欺欺人的东西 蒙给了眼睛 现在逐渐都他们看清了 所以说分分呼吁 不要到境外去砸逼了 不要搞什么 虚头霸道一带一路了 先管管好自家的事情 别放过那些 侵害我们孩子们的 不法商人和各级贪官 要达成这样的目标 看样子 就以中共这种团队语境来说 不生活化体制改革 尤其政治体制改革 肯定是圆没求雨 当然 我们希望经过这个事情 能够形成社会的共识 能够所谓倒闭改革 而不能仅仅成为一种愤怒 悲风中 日复一日 时间长 就像十几年来 在疫苗问题上一样 永远没有真相 也没有结果 最后导致的就是 没有什么改变 要说改变的话 就会愈远愈连 那些不法商人 受害者越来越多 但愿这次是一个例外 好 今天就讲了 。